由于台湾的前任总统发表了令人惊吓的言论 他说在日本殖民台湾的时代被日本军争取打仗的人是为祖国而战 那么这一番言论马上引发了各方的讨论 而讨论里头有一个完全模糊焦点的就是李登辉是否是日本人 今天我们要播出两个重要的纪录片 告诉各位未必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如此 所以日本人并不等同日本对全世界的侵略战争 包括慰安妇这样的行为的一个同意 即使是日本的第一公民 更不要讲日本殖民台湾时代的二等公民 日本最近有几个重要的纪录片上映 我们第一个为大家报道的 这一次的纪录片不是由台湾人拍的 不是由韩国人拍的 也不是由中国大陆的导演拍的 我们要介绍的纪录片是日本人自己拍的 他的名字叫做图景敏郎 他是日本相当著名的制作人 过去还拍过福岛的纪录片 他也曾经拍过巴勒斯坦奈米英的纪录片 在巴勒斯坦奈米英 他整整待了五年的时间 完成了著名的纪录片 这一次他拍跟慰安妇有关的纪录片 他事实上是在20年前开始开拍的 总共从1994年拍到了1995年 当时只是因为一位在原子弹里头 最终罹患生病的一个他的好朋友 告诉他说 我们为二次大战当时的不幸跟侵略史做点事吧 他想替他的至交做一点事情 于是他就动念开始拍起了慰安妇 对他而言呢 这是一个战争时代的性奴隶 他选择前往韩国 他所拍的故事中里头的主角 目前已经完全死亡了 这些人都一一去世了 总共有七名的主角人物 那么随着他们的年岁 一个一个往生 这个纪录片已经拍了20年 但是在日本过去 第一个他可能很长 但更重要的是 没有人要放映 他当时拍的目的 也不是想控诉什么事情而已 还认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记录下来 然后摆在这里 他万万没有想到 日本会在战后接近70年的时候 重启关于战争时代的性奴隶 也就是日本所称的慰安妇的争论 这个争论是因为2013年的时候 大阪市市长 也是日本的极右派的乔夏彻 公开表示 慰安妇是为了保护 当时的军纪的一个必要性 而且根本没有证据显示 日本政府和军方采取了绑架 胁迫慰安妇的行为 他们是自愿的 那么乔夏彻的谈话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哗然 尤其是韩国人对这件事情的抗争 那么这个时刻 这位日本人突然很感念 他当时的朋友给他的嘱托 拍下了七名韩国慰安妇的故事 而这七名韩国慰安妇的故事 从2014年春天开始 他就一个一个敲碎的日本戏院的老板 要不要让我播这个片子 所有的人都不要 为什么因为怕日本的极右派来攻击 最终在今年1月的时候 这个影片正式上映 一卷尘封20年的纪录片 一段埋藏70年的回忆 纪录片 这些迷藏 这些迷藏 很多人都不破坏了 这些迷藏 这些迷藏 不破坏了 这些迷藏 有什么迷藏 演土井敏邦 左赫县出身 身为独立记者 他立志为沉默的人群发声 62岁的土井 把生命中的五年 奉献给了巴勒斯坦 而其中的两年 分给了南韩未安妇奶奶 在1994年夏天 土井到了南韩 原本的目的是要采访 散落在南韩的 广岛原报幸存者 不过幸存者之一的 富有初子告诉他 南韩有一个分享之家 里头住的都是二战时期 被抓去当未安妇的 南韩老奶奶 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土井立刻答应了 那次与南韩未安妇老奶奶的会面 在土井的心里 轻轻地划下了一刀 催促着他 在那年的12月 带着镜头回到分享之家 记录下这些被日本遗忘 甚至试图抹灭的 老奶奶们的生活点滴 老奶奶说着 他听着 前前后后拍了两年多 全长一百多个小时 但是这些影带 一直堆放在土井家的小仓库里 没有公布在世人面前 直到2014年 土井决定将这段记忆公主一事 日本の中で 慰安婦問題について 慰安婦があったか それは強制で そういうのがないとか いろいろ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 でもこれちゃんと証言があるわけですよ 在特会って知ってますか 右翼の ものすごくこの問題を そういうのを明らかにする人に 攻撃してくるんです だから何も見ないで ちょっとうちはこの時期はいろいろありまして って言って断られて ほとんど問われた でにっけんほど見てくれて 寂静波折 記録片与記憶共生 終於在完成移民後 于2015年6月7日 在東京日比古文化館 举行首映 因为导演实在找不到 願意播放这部片的定位 予記憶共生的首映 正好赶上了 二战結束70年 并且自8月開始 有祖賀 大阪 寧古屋 甚至福島 广島等地信用 都願意上映 然而遺憾的是 影片中的 親民未案夫奶奶 此時已全都 離開人世 巧合的是 另一部由 旅日華人班中毅 同樣在20年前拍的 未案夫記錄片 渴望陽光 也挑在此時 于日本上映 渴望陽光 这部記錄片 分上下两集 共2小时50分 記錄了1995年 班中毅 首次到中国 寻找前未案夫 并照料和追踪 他们存亡的 计时过程 老人刘面煥 15岁时 被日本兵輪奸 然后囚禁在窑洞里 充当日军未案夫 昼夜只有上厕所 才能休息 跪爬着到厕所 扶着墙 慢慢站起 摸到窗口 看太阳的苦难 成为了这部 纪录片的名字 二战期间 日军强征未案夫 40万左右 其中中国妇女 约有20万 现在 这些受害者 还有多少 依然健在呢 三十二这个片名呢 是因为我当时遇到 这些这个群体的时候 上海的这个苏智良教授告诉我 还剩32个人 全国剩32个人 现场43分钟的纪录片三十二 拍摄于2012年 主角是广西的 威亚夫幸存者 韦少兰 我一回 我老公在 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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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心里都会了 我心里想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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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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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如刀割 更加不幸的事 却还在后头 哪个老公 在 被我抢 这年 都在 这大一 到我 以前 我心里 嗯 到我 到我 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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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一家 四五年 七月七三 我 三家 先去 我在 在这边 坐后期的时候 就时常会接到 苏教授的一个短信 说某某某老人有趋势了 所以 那个时候 给我的感触还挺深的 感叹的是 老人家的悲苦 感叹的是 生命消逝的迅速 那个时候 我就说 我想去再看看另外的老人 我决定要拍的时候 已经是22人了 所以就决定 片名就叫22 我决定要拍的时候 我决定要拍的时候 当然是很多人都不会同意我拍这个 大家都出于好意建议我不要拍 但是这个我是个人借的钱 所以我也感谢那个有个演员朋友叫张新毅 他自己是私人借款一百万给我 然后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是无条件借款 这个很重要 2014年 22开拍了 导演郭柯 走遍山西 广西 湖北 湖南 等多个省份 找寻威安妇老奶奶的下落 就在拍摄期间 又有几位老人相继理事 老人们所剩无极的时间 在后头催着 赶着 2015年初 郭柯捧着赶工完成的纪录片 不远千里 直奔威安妇老奶奶面前 没想到老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异常的情景 我们每一个老人 我们都会拍合影 全组的人员跟他们 你会发现这些老人的把合影 有的是贴在床头 有的是珍藏在他一个 非常宝贵的小盒子里边 所以这一点给我的感受还挺深的 就是我觉得我以后 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我可能能做的就是每一年去看看 为了慰安妇奶奶 郭柯打算将这部影片送去各大营厂参展 让全世界看到他们的存在 但在等待的期间 22又变成了19 从日本的语记忆共生 到大陆的三十二 和台湾的芦苇之歌 威安妇奶奶 愿意用财女的生命 说出她们的故事 他们要告诉那些 否认威安妇历史的人 女可以蒙上眼睛 装作看不见 但是 我们在这里一直都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